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他就说他要去找 世尊辩论 那么最后他一定可以 那么降服这个世尊 然后他底下全部都是他的屁域 就是说明他怎么厉害 举例了 好 第一个例子是 屁流四夫 一把拔草 那么 他其实就是割 能够把草割掉 这个拔草其实算是草根 连根拔起 那么受之其境 空中抖手 除租会乱 他说要去割草的时候 他把他连根拔起 那么 然后把他的劲 把他那些不好的工作躲掉 意思就是他的辩论能够让他去除邪见 就是能够让对方去除邪见 就是除租乱会 附着在这个草上的这些脏的东西都去掉 或是枯掉的 这些枯叶都去掉 我一如是 我也是这样 我去找沙门曲谈辩论的时候 让问结问他 直起药理 马上抓住他的要害 就是他言论中的要害 就是他有这个不合理的 没有合逻辑的 然后这一些错误 马上能够找到他的错误 然后让他认错就是了 所以他讲 静缺回转 随取手欲 弃取邪说 就是他辩论的这些技巧非常好 那么马上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 错误在哪里 点出来 让他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回避 就是意思就是 跟人家打架一刀毙命 类似像这样 很快就知道他死穴在哪里 他的弱点 他的盲点在哪里 所以随其所欲 弃取谁说 就是就他所说的 那么把他 把他的这个错误的东西 都去除掉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拔草的比喻 然后第二个 那么这座比喻在 我看一下 在五音诵第五十三经 里面也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五十三经 在第几月我看一下 二十二 四十 四十六 五十四 一百零六月 一百零六月 我们看一百零六月 他一样有这个比喻 你看 他是刚比丘讲 一百零六月 一百零六月五十三经 十二汗二七零经 四尊在齐远经社 跟比丘讲 无常想休息都休息 能断一切 欲爱 实在无有爱 那么 辟如天父 于夏末秋初 生根其地 八该断草 然后你看 能够断一切欲爱 一切烦恼 路人异草 手揽其端 举而抖手 尾枯息落 有没有 取其缠者 一样 类似像这种比喻 翻译也不一样 他这个比喻 佛陀是拿来比喻 我们断除烦恼 意思一下 要连根拔起 把那个脏的都取掉 把那个烦恼都取掉 连根拔起 然后取其缠者 这里 这里差不多是这样 也是这种比喻 同样的比喻 第二个 第二个是用 卖酒家的比喻 就卖酒的人家 如孤酒家 孤酒是卖酒的 直起酒囊 压其清纯 去其遭掌 那么 卖酒的一定要先做酒 才能卖 那他这个是讲他 做酒的 做酒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量 量量把那些 麦啊 米啊 做酒的原料 这个杂仔去掉了 然后还有不好的去掉了 那么留下的 就是比较好的 压取这个清纯最好的 我也是这样 去到沙门区坛那里 跟他辩论 让问他 结问他 那么运用我种种辩论的技巧 然后 把他 把他有道理的 拿出来 没有道理的让他去掉 所以 取其清真 去诸协鉴 因为我们的言论里面 那么 所谓的协鉴 不是从头到尾是协鉴 是你的证件里面 参与有哪些协鉴 基本上是这样的 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 就是说你哪一部分 也许你的方法不对 也许你的理论不对 也许你的宗旨不对 那 类似像这样 那 他并不是说 从头到尾都不对 就好像说 这个东西有读 就他具有某一部分来讲 并不是 并不是彻底特别是读 也不是这样 好 那么所以 取其清真 去诸协收 好 如知习书 知习师 这个是第三个屁语 知习就是 我们说 这个习是草习 不习这一些的 那那个习基本上都是 在睡觉用的 或是钻东西用的 他说以习圣诸会物 那么包裹 包裹这些东西 那 浴室卖食 因为他把那些东西包一包 然后脏了臭了 那个洗衣可能是布洗 就是布 很多布 用布包着很多东西 那么到尸的场去卖 那么他后来要把水 把这些东西洗掉 臭的东西洗掉 去诸臭味 我一如是 那么去跟这个沙门区谈辩论 也是这样 那么 找出他错误的地方 那么直接 那么让他 没有办法回避 那么能够去除掉 这一些错误的邪说 会说 就是邪说了 那这个是 他第三个屁语 一个是卖酒的 一个是卖知习的 一个是 农夫 农夫割草 卖酒酿酒的 然后知习的 这些习诗 好 譬如王家调象之诗 这是第四个屁语 那么因为 印度比较有调象诗 中国基本上 因为比较没有象 他没有拿来打仗用 印度有象军马军 有骑马的 有骑大象打仗 那国王出门都是骑大象 那中国因为比较没有 没有大象这种东西 那所以 所以 基本上 都是用马 打仗都是用马 或是车 那印度就有 那马就有调马的 管马的 象就有调象的 管象的 所以 王家调象之诗 谦大罪象 入深水中洗其身体 那么四肢而比 周遍沐浴 去诸成会 要把这个象 牵去洗澡 象有威德力 但是它脏了 臭了 所以去把它洗干净 脏了臭了都洗掉 我一如是 就沙门驱谈 就是一头大象 但是他观念不正确 所以它是大罪象 然后 有这个 脏了臭了 在泥土里面 脏了臭了 那么所以 我去沙门驱谈那里 运用我的辩论技巧 用我的这个 就他自己来讲 正知正见 用我的辩论技巧 那么 我去让他 那么 去除他的邪知邪见 接受我的正知正见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一样 尽确回脚 随意识在 执习要领 去除邪说 好 那他总共用了 几个臂 五个 四个 农夫一个 那么卖酒的一个 卖喜的一个 调象的一个 四个 用了四个批 好 那么 他就去跟这些 他们的 总 同族的人说 你们有没有人 要跟我去看热闹的 看我怎么修理 这个沙门驱谈 类像这样 因为他讲得那么厉害 他把自己讲得 哇 去到那里 让敌人一招必病 怎样怎样怎样 你们有没有人 要去参观参观的 要跟着我一起去的 所以 牛猪离居 这些都是年轻人 离居组的年轻人 你们 你们 你们一起来看 看我的辩论技巧 看我怎么样 修理这个沙门驱谈 调伏这个沙门驱谈 你可以学到很多 学习这些辩论技巧 终有离居 坐如是眼 那分成两派 一般都会这样 分成两派 因为知道 释迦摩尼佛 就是知道 沙门驱谈 跟人家辩论没有输过 因为 从过去的经验 只要去跟他辩论的 那么 要不就是 后来 接受释迦摩尼佛 要是 要木兰 他不接受 那么他也辩不赢过 释迦摩尼佛 有时候释迦摩尼佛 就是世尊也不跟他辩论 因为知道这个人不可渡 因为 佛的观念 并不是说 一定要辩赢他 是因为跟他辩论 可以让他得利益 他才跟他辩论 跟他辩论 让他 他不能得利益 还更称论 基本上佛 就不做这些无益的事 好 因为佛不需要 特别显示出 自己的殊胜 佛不需要 像这个 像这个 萨哲尼建子就是 他最重要的是 要显示自己 天下第一 显示自己的殊胜 所以他还要叫 那个离居主去看 你看 他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 有一些人就知道 有离居主 有离居 就是有 他们都是年轻人 有一些年轻人 离居主的年轻人 就这么说 如果这个 萨哲尼建子 能够 能够跟这个 沙门取谈 就世尊 我们说世尊 他们就说 沙门取谈 辩论的 无有是处 就是没有这个道理 就是 他没有办法 依他的能力 就因为 因为沙门取谈 没有人可以 跟他辩论 因为 就以往的经验 然后他们听过的 这个 没有人可以 跟沙门取谈 那个 萨哲尼建子 讲得这么厉害 但是 你说他真的去可以 可以跟他辩论 无有是处 就是像他讲的 那个样子 不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 好 那么 也有人说 萨哲尼建子 充会立根 能共论 一个人说 说不定 这个萨哲尼建子 也是很厉害 沙门取谈 虽然厉害 这个萨哲尼建子 也厉害 说不定 他也能够 辩论他 这很难说 当然本来就 本来就有这两种 好 这个时候有 五百里居 五百人 我们要记得 经典里面 只要讲到五百人 多数 多数 都是指 一个概数 就是很多人的意思而已 它不是真的有五百人 大部分是这样 那么当然有一些 是指确定的数目 比如说五百节级 五百节级 其实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一千人 一种是五百人 像大智能就讲一千人 大唐西医剧也讲一千人 那有些经典也讲一千人 但是一般比较正确 不是说正确 一般比较被认同的 就是五百人 就是五百阶级 那毕舍里是七百阶级 王者人是五百阶级 这个五百人 也有可能真的就是 大概五百左右的人 那像这个提伯达多 破后而生 有五百人跟他 这个五百人 就可能不是真的五百人 就是大概很多人的意思 那么就我看这个经典说的 不管是阿罕军大圣经典 只要讲到五百人 通常都不是真正的 述词 就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述词 述词 比如说五百块 五百块 那就是述词 是木制的 述词 比如说五百 它是一个述词 或是一个形容词 述词是一个名词 那大部分不是数字 是形容词 形容很多人的意思 就我看的 那特别像批育经里面 基本上都是形容词 那么经历论里面 讲到五百的 多数也是形容词 那少数是数字 像五百阶级 可能真的就是五百人左右 但也不是确定就是五百人 就是五百人左右 比如说两千五百 印度大概都取那个概数 那你说一千两百五十个 那 舍利佛有两百五十个 三家是有一千个 这一千人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刚刚好 一千人刚刚好 那哪有这样子的 那也有可能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 但是也接近那个数目 左右接近这个数目 好 我们再讲五百 这个五百 多数是数字 多数是形容词 形容人很多 一群人 一群人 一群很多的人 那么五百离居 那么 以撒遮尼见词 共义佛所 为论义故 那真的五百人 那个要很大 你看我们这边这样 如果全部五百人塞进来 是塞不满的 就是可能做两百人 我看两百人可以吗 也不行 一百人我看就 就 五百人可能要整个 整个护国室我看才塞得下 五百人 五百人很多 你不要看这样的五百人很多 那如果要讲的话 你想这五百人看得到 后面的都看不到了 真的啊 你哪里看得到 那个时候名麦克风 当然我讲话也可以 可以喘很远 不过就是 这大概有很多的 离居主的年轻人 一方面是看热闹的心 一方面也是要去看他们怎么辩论 大概大部分人是看热闹的心 来来来来看戏 来看戏 就这样 因为他夸架那么大的海口 好 那么共义佛所 为论义故 就是要看他们怎么辩论 我们就来看 我们就来看到底是 渠坛 西达多 沙门渠坛 沙门渠坛 修理这个萨泽尼建子 还是萨泽尼建子 去修理这个沙门渠坛 这两个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不过佛陀不会这样自夸 佛陀只会说 没有 这个 若天若磨若犯 若一切人 没有能够这样修理佛陀 如果是佛陀听到 他会讲 若天若磨若犯 若一切世间人 没有能够跟佛陀辩论 像延草 延草折树这样 那是不可能的 不有是处 好 这个时候 世尊在大林中 坐于树下 大部分 大部分是在树下坐 但有时候也在疗房 大部分疗房都是睡觉用 那么 有时候也在树下 直接就树下坐 就过一夜 那 住于天柱 天柱其实就住于禅定 那住禅定就住禅定 为什么叫天柱呢 那基本上就是四禅八点 色界无色界的 那因为色界无色界 没有黑夜 他们只有白天 所以他们在定中就是白天 这个意思就是 你白天打坐路定 那就叫做天柱 有时候叫饭柱 那么 一般来讲 那么就是住于四禅 或是四五亮定 其实就四禅八定 那通常也叫饭柱 那有时候翻天柱 有时候叫饭柱 好 就是说 这个时候 那路以禅 这个世尊在禅定中 使有 众多比丘 出房外 林中情形 那佛弟子修行基本上 基本上如果不是在一个地方近处思维 基本上就是精醒禅坐 精醒 就精醒愿坐 精醒愿坐 那精醒愿坐也可以直接 就是精醒的时候如理思维 或是正念正知 像你如果你说修观呼吸 宴坐的时候也可以 精醒的时候就四念住 也正念正知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么他们在林中精醒 大部分都在精醒 就从这里走那里 他有一条精醒道 然后就慢慢走慢慢走 然后让身心 然后慢慢观察这个 观察这个身受心法 通常是这样 好 那么 这个时候 那 这个尼建子跟这一群 离居主的人 就是这个沙泽尼建子 我们就讲尼建子就好了 这个尼建子 跟这个一群离居主的年轻人 那么就到佛的这个地方 佛现在在这个 辟舍离的弥猴池侧 从格讲堂 或是说 应该在从格讲堂的 这样的森林里面 因为印度的寺院一定有树 一定有树 你看那个七元金色的树 王舍成的树 都有树 然后他基本上 他一群人去了之后 那么 有恭敬者 有合掌问训者 去到那里 去到佛那个地方 恭敬 合掌问训佛的 愚一面住 就站在旁边 这个时候 尼建子就跟佛说 我听说 你有这样说 对外有这样说 我问瞿坛 做如是说法 你对外这样宣说 就是你的理论 你认为这个事件是怎样 宣说这个真理 做如是教 你这样教你的弟子 你这样对外宣说 这样教你的弟子 教 怎么教呢 教弟子 于色观察无我 受想形式观察无我 就是观五蕴无我 这个五蕴 五受阴 情方便观察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观这个身体 有过患 有苦患 那么有后遗症 有副作用 会让人 产生热闹 就是如杀 那么 无常苦空无我 好 为是取谈 有的是教 这个算 他要问清楚 这个是真的 你是这样说吗 因为你弟子说 你这样说 不代表你真的这样说 有没有这种例子 有啊 最有名的是哪两个 有没有忘记 叶摩迦跟什么 阿里扎 最有名的是这两个 你们就记这两个就好了 叶摩迦是 叶摩迦对外说 佛怎么说 阿罗和妙更无所有 就简单讲 我们写一下 就是他的弟子 对外宣说 佛是这样说的 不代表佛真的有这样说 他也先问 他知道有这种情形 他先问 你的弟子说 你都是这样说的 你真的这样想吗 那佛其实也这样问 所以说 有人说佛弟子怎么样 去跟佛说 佛会再来问 你在外面真的这样想吗 比如说他问阿里扎 也这样讲 有人说 你在外面这样说 我这样说 你真的有这样说吗 他也这样问 你看 他们都要先 他们都要先求证 我们就两个人 阿里扎 跟燕摩迦 这两个人 我们要把他背起来 这是很典型的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律说非律 非律说律 燕摩迦 跟阿里扎 燕摩迦 跟阿里扎比丘 那么 燕摩迦 就是断见 不再存在这个世间 我闻佛说 阿里扎 更无所有 阿里扎 露灭之后 更无所有 这个是断见 他也说 他是佛弟子 如果他说 佛是这样讲的 你会不会信 你有可能信 我们现在的佛法 有时候也是这样 有些根本不是佛法 你说这个是佛法 更无所有 就不再存在了 更无所有 这个是他宣说 佛是这样教 跟我们说的 其实我没有这样讲 好 那阿里扎 古欲不是这样讲道 欲非诞道 这个戒律有很多条 都是因为他 古欲非诞道 对 这个不是佛说的 但是 他思为错 他 因为他问佛 他问佛 这个在家居士 可不可以证果 可不可以见到 可以啊 在家居士都可以证到 可以见到 出果 二果 三果 可以啊 他有五欲啊 他也可以见到啊 那他自己就认为 那五欲就不赞到 如果你有五欲 还可以见到 那五欲怎么会赞到呢 这个听起来好像对哦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 很多人在这一点想不过来 他就想不过来 因为就我们的逻辑来看 如果你有五欲 你还可以见到 那五欲怎么会赞到呢 是不是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怎么样 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很明显 五欲不赞到啊 佛陀没有讲说五欲 佛陀讲五欲是赞到法 但是 他问佛陀 在家出 有五欲的居士 能不能赞到有啊可以啊 可不可以见到 可不可以赞到 可以啊 可以赞出国二国三国 也可以政府啊 他为什么 那么这样来讲 那怎么会赞到呢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好我们先来讲 那么如果是这个道 这个道 如果是解脱的话 那么他一定不可以解脱 他一定要离五欲 才能得解脱 那么如果他是正出国 入圣道的话 他不一定要离五欲 因为出国二国三国 他还有人天皇 他还有轮回啊 但是 如果他没有断这个五欲 他一定不可能得解脱 但是不可能得解脱 并不是说他不能入圣道 因为圣道也有出也有浅 那么你可以得出国 出国七次人天皇房 他还有轮回啊 恶果 恶果也没有断啊 恶果是饱贪生吃而已 五欲是饱而已 它也没有断啊 那出国 而且他有无欲的生活啊 你看披舍区 披舍区七岁正出国 他生了几十个 几十个孩子 家庭跟茉莉夫人 他们都有无欲生活啊 那么但是他们 他们并不是不能入圣道 只是不能得解脱道 那么你如果从解脱道来讲 那么你有五欲 你离欲界都没办法 那么何况要解脱 所以那个陆朱优婆语 很有名的典型的例子 那么陆朱优婆语 他的叔父 有没有跟他的爸爸都证恶果 但是他的爸爸是 他的叔父是富兰 他的爸爸是李斯达多 他的叔父是李斯达多 他的爸爸是富兰 那李斯达多跟他的叔叔 跟他的爸爸同样都证恶果 都生道利天 但是他的叔父 他的爸爸离无欲 修犯恨 他的叔父没有 所以他就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离五欲 一个不离五欲 都同样证恶果 所以佛陀就跟他讲 五欲还是障道法 假设 那这样听起来 五欲也不障道法 对不对 他的爸爸应该是富兰娜 对 我们把这个连起来看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陆朱优婆语 他的叔叔 这是他爸爸的弟弟 然后他的父亲 父亲也是叫做 富兰娜的样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 有时候会记错 叔叔叫做李斯达多 都证恶果 同样都证恶果 都生道多帅天 但是他的叔父 是离遇的 离遇修犯恨的 他修犯恨 他没有五欲的生活 他的叔叔没有 不修犯恨 就是没有李五欲 这样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起来 好像有修犯恨 没修犯恨 跟能不能得胜道 也没关系 其实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个陆朱优婆语 就有一点疑惑 那如果不修犯恨 跟修犯恨 都可以证恶果 而且都一样证恶果 那我修犯恨干什么 对不对 那我就不用修犯恨了 就好像说 这个 阿里扎也问 在家也可以证果 在家有五欲也可以证果 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离五欲才证果 对不对 可以证果 但证的果不一样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离欲 你可以证最究竟的果位 如果你没有离欲 你就证不了最究竟的果位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第一个 这个讲 那么 你如果有五欲 有五欲 你最多只能证恶果 最多只能证恶果 证三果要离五欲 断欲滩 但是它还有色滩如色滩 如果你最多只能证到恶果 如果你在有五欲的状态下 而且这个五欲也不能太出众 你在有五欲的状态下 你最多 你是可以证果 没有错 你是可以入圣道 但是你不能入就近 就是最多 最多 从佛法来讲 最多证恶果 恶果还薄贪真 那它五欲比较薄 但是它还是有五欲 那么如果你离欲清净的话 你可以证到三果 断欲它嘛 你可以证到三果 如果你离欲 你不离欲的状态下 你不离欲 那么你可以证出果恶果 它还是证到啊 没有错 但是你说它不证到吗 它还是证到 那么如果你离五欲 那么如果你离五欲 离掉了五欲 你没有这个五欲 那么你可以证 就是说你可以证三果 四果 就是可以得到救济 气是这样 所以才会说证三果的居士 那么它二果 但是它没有五欲的状态 它证了三果 它把欲滩断掉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有欲滩了 它一定离五欲 所以大部分会说 在家人只能证到三果 其实从这个角度说的 那么就是说 它已经有出家修 离欲的生活了 那它不一定出家 它不一定有剃头 有信沙门像 它可能还是在家像 但是它用在家生修出家行 但是你说它是在家出家 所以在家能不能证阿罗 其实就是 有一些 它也没有说特别 再去出家没有 它就是在家生修出家行 那你从这个来讲 在家只能证三果 就是从它外在形象讲 从它的外在形象讲 从它的内在 内在的离欲来讲 在家只能证三果 那么如果你从 你从它的外在形象说 其实在家也能证阿罗汉 它虽然是在家 它没有现出家项而已 但是它一样是修离欲的 幻境烦恼 所以阿罕经里面 也有在家证阿罗汉的 那这个就是 它已经离欲了 但是它没有出家 它是新出家生不出家 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家也有证阿罗汉 你说在家到底能不能证阿罗汉 证阿罗汉跟有头发 都没头发没关系 跟穿什么衣服没关系 跟你有没有把 浴滩断掉有关系 把所有的烦恼断进有关系 但是你只要有五欲的状态下 你有浴滩 你就出不了欲界 你最多就是出国二国 那你再进一步把浴滩断掉 你绝对不会染灼这个浴滩 不会嘛 那所以你可以往上修正四国 那你把浴滩断掉就是三国 你就离五欲了 其实是这样子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佛头就讲 假设你的爸爸 因为他有一点疑惑 他去问阿罗汉 那他后来去问佛 佛说你爸爸离欲没有错 但是佛法最重要的不是离欲 是离什么离五米 离五米需要什么 需要智慧 离欲也要智慧 但是那个智慧 比较深层的智慧 所以就是离见跟离爱 这个是爱而已 而且还是比较粗的爱 还有色滩如色滩 所以他说 假设你的爸爸 不然假设 他有你叔叔的智慧 那么他不是只是恶果 他不只是恶果 那么假设你叔叔 他有那么高的智慧 但是他没有离欲 所以他只有恶果 假设 假设你的叔叔 跟你的爸爸一样离欲休闲 那么他也不会只是恶果 那这样看来 欲有没有战道 有啊 因为他五欲 障碍他只在恶果 如果他一样离欲 他就不只是恶果 可能三果 可能阿罗汉 对不对 那这样看来 五欲有没有战道 还是有啊 但是 但是这个阿罗汉 他只是这样想 我没有离欲 我也可以正果 我也可以入圣道 他离欲也一样入国 正果入圣道 那这样看起来 五欲会战道法 没有战道 好 那就是战什么道 战那个究竟解脱的道 那不战你入圣道 当然是会战解脱道 你不能得此解脱啊 你一定要 所以你要分清楚 但是他就是没有分清楚 所以他就对外宣说 我问过佛啊 佛说再加油五欲 也可以正果啊 可以啊 没有错啊 那这样听起来 好像五欲没有战道法 他自己解释的啦 就是不如理思维啦 所以很多人这个 也论不清楚 好 那很有名的嘛 这阿里再跟月摩家 好 再往底下看 这我习惯把一样的东西 拿出来一起讲 就我们会比较 融会贯通一点 好 那 所以他这里说 他就先跟他说 说你听说 我听你的弟子说 那你对外这样讲 就无运无产无我 那么这个 这个如病如庸 如刺如伤 这个真的是 你有这样讲吗 还是 还是 你没有这样讲 那外面的人 你的弟子相传 说你这样讲 就毁取谈 毁谤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这样讲 但是你说我这样讲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却说 我说这个意思 我们叫做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那这个是毁谤如来 这个是真正的毁谤 不是你骂佛 不是 你把佛说的法 颠倒说法 这个就是毁谤如来 所以 如果人家听到 你看那个戒律里面 都会这么说 莫棒如来 棒如来者不善 或说莫棒四尊 佛没有这样讲 你把佛没有说的话 说成佛这样讲 可是这样讲是错的 就等于怎么样 佛是错的 人家听到 人家说 这个佛这么有智慧 怎么会讲 这么没有智慧的话 这个等于 不是你亲口诽谤 但是人家听到你说 佛是这样讲 那么人家会诽谤 是不是 那等于是因为 你人家诽谤佛嘛 所以你看那个戒律里面 戒律里面 在家人比较不知道 阿含经里面也有 那个阿含经里面也有讲 他听到这样讲 就是说莫棒四尊 棒四尊者不善 四尊不作如是说 你看 如果有诵戒的 他基本上都 都有这个 阿含经里面也有 但是我没有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 我再跟大家讲 太多了 我只是有印象 有印象 好 所以 这个就是诽谤 所以真正的诽谤佛法 就是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律说非律 非律说律 你误解佛的意思 那佛法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念个咒 就可以灭五逆十二 如果现在 如果我们就以前的来讲 我们说 莫棒四尊 棒四尊者不善 四尊不作如是说 四尊是说要灭罪 要修戒修身修心 是这样子的 是啊 没有错 但是现在我也不会这样 怎样要看人 你说我学见 我说你学见这样 你世间正也没有好处 真的 这很麻烦 因为佛也不在 那么以前也是这样 你说这个不是佛说的 你说的才不是佛说的 怎么办 去见佛啊 有没有 我们去哪里见佛 去拨杯 上三杯 是你说的对 还是我说的对 没办法说 后来没办法解决这种事情 后来才有不派分立 你说这个是佛制的 这个不是佛制的 这个戒 佛制这个戒是这个意思 佛制这个戒是这个意思 佛这样说是怎么意思 这麻烦 后来佛法就 无常法 没办法 元旗法 那么就开始 很多很多的佛法 很多很多的佛法 那有的 有的说的是佛法 没有错 可是 他的意不是佛法 佛是这样说 没有错 但不是这个意思 也有这样子的 那佛没有这样说 但是你却说佛这样说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就是佛这样说 不是这个意思 但你却说佛这样说 是这个意思 所以听闻正法 要正确 然后如理思维 要如理 你看就是这样 那才就是有意有味 那现在我们 老实说 这一点现在 有一点难以解决 但是我们虽然是这样 但是还是尽量 求佛法的真实意 所以 愿解如来 真实意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尽量透过多方的 理解思维 用佛法的思维来思维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 他说 那么 真的是你有这样说 还是 外面的传说者 你没有这样说 他说你这样说 他说 毁取谈 这是一种毁谤 就是 他们诬陷你有这样说 他们毁谤你有这样说 说这样 不得体 不如理 不正确的话 如说 如说说也 就像他们说的这样 你有这样说吗 如说 如他人说 那么 你有这样说 就是 你有像他们说的 你这样说 这样说吗 因为都说 我师父教我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沙门曲谈 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像 就像 波斯尼网 你师父真的这样讲吗 讲这个 有爱就有痛苦吗 还是 你没有这样说 不如说说 第一个说是 别人说的 别人说的是 来自于佛说的 我听佛这样子 但是你实际上 没有这样说 就是你现在 你真的没有 你真的这样说吗 真的像他们 所说的那样 你有这样说吗 就如说说 不如说说 如他们所说的 这样说吗 还是不如他 不是他们所说的 这样说 就是 我说的 就是他们说的 他们说的 其实是我说的 我说的 不是他们说的 他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就是 如说说 跟不如说说 那么 如法说也 法赐法说也 无有一人 来相难解 另夺顾处也 那么你这样的说 是正确的吗 是正确的说法吗 如法说 如实的 正确的 确实是这样的吗 还是法赐法 也是 是如法的吗 是随顺 随顺 真理而说的吗 如果我们讲 如法当然就是 如是尊所说的法 但是现在 外道问他的 如法 基本上就是如实的吗 是真实 这样说是真实的吗 你是依着 真实来说的吗 是依着 随顺 真实的 来说的吗 就是依着 随顺 就是依着 真理来说的吗 你说的是真理吗 你是随顺 真理而说的吗 那么 你这样说 你这样说 有没有 无有一人 如果你真的这样讲 他一连串 问了很多问题 无有 如果你真的这样讲 意思就是 如果你这样说 那这个就是不如实 不如实 意思就是 你这个不合乎真理 没有 因为他们 每一个人的实相不太一样 真理不太一样 各个外道所认为的真理 不太一样 唯物论会认为 这个没有 没有业报 没有人为 这个才是真理 所以每一个人 所以他会认为 你这样说 是随顺真理说的吗 那么是 法斥法 法跟斥法 就是随顺真理说的 修行就是要 依着 依着这个方法 去证得那个实相 所以叫做法斥法 上面那个法 上面那个法 是实相 下面那个法 是证得实相的方法 是斥地 依这个斥地 所以他教 你说无我 那怎么关无我 关色受想行事 无我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这个就是斥法 那无我就是法 基本上是这样 那无我是 如实的 就事先的真相 还是珍藏我是 事先的真相 还是缘起我是 事先的真相 这个就 想的不一样 但是他问题就是说 你这样的说 是真实说吗 是真理 是真理的说法 是真实的说法吗 那么是 你这样 因为他有两个 一个就是 他是怎么宣说的 然后他怎么教 地址可以证得这个法头 所以你是随顺 可以证得真理而说的吗 那有没有义人 义人 人就是认同 有没有不认同的人 因为他不认同 因为一定有不认同的人 有没有 你这样说之后 有没有不认同的人 来找你辩论过 来指出你的错误 另多付处 就是 那指出你的错误 让你不能反驳 多付处 付处就是你 落于 落于低下的这一方 正跟负 胜跟负 不是正跟负 胜跟负 落付处就是 人家结问你 你讲不出来 这个就是付处 胜处 因为辩论一定有这样 胜跟负 那你落于 落于失败的一方 落于下方 这叫做多付处 多付处 就是人家 让问你 结问你 那你讲不出来 你没有办法辩驳人家 你没有办法 真正说清楚 就是你的辩论失败 你就是 你落入失败的一方 那就是错误的一方 好 所以叫做多付处 就是有没有人来找你 辩论 让问 结问 所以无有益人 益人就是不认同的人 另外有一种看法 他不认为你这样讲的是对 像这个 萨哲泥剑子就是这样 他就是义人者 那么 那佛法里面的人 有一个就是你 那么大家 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不认同的 有没有认同的 如果没有不认同的 那就是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大家都认同了 就默认了 那么 既然大家都没有 不认同 那就 就照着 我们都这样做的 就这样做 借律里面 金房上都要先问 结模就是要问 开会 那么 这样 我们这样规定 有没有不认同的 那 我们这样做 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人 有意见的 那如果没有 没有有意见的 那这件事 就是这样做了 就这样决定了 好 那么佛就跟 萨哲泥剑子说 卢卢所闻 就像你听到了这样 比如说说 如法说 法赐法说 就是这个人说 你说这样 并不是 并不是 他 他有听错 我真的这样想 他这样想的 他所讲的 就是我所讲的 那么他所讲的 没有维持我的意思 是真实说的 我真实说 那么他也真实说 他说的 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而且 也都是 我说的是随顺 随顺 真实而说的 他说的 也是随顺 真实而说的 就是 他说的 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他并没有 跟我说的不一样 那么 所以 他并没有 这个不是毁谤我 也没有毁谤到我 因为 我真的这样想 那么他讲的 真的就是我讲的 所以 义无难问 另夺互处 那么 也还没有人 因为这样 然后来 结误我 难误我 因为说 无常苦 我来难误我 也还没有 好 所以者 我实为诸地子 如是说法 我实常教地子 令随顺法 就随顺这个 随顺 这个法是什么 法是无我 那么你要去 趋向 就是向解脱 其实就是随顺于法 就是什么 随顺解脱 就趋向于解脱 你修的法 让你一步一步 向解脱 这个叫随顺 那这个法就是什么 法就是虐法 法就是解脱 如果从大圣来讲 法就是成佛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么你要随顺这个法 你现在所修的 要能够让你 如果你出离心 你就让你向解脱 如果你菩提心 你就能够圆满 你的菩萨道 你能够向成佛 如果你是真上身心 那就能够让你 升天不多三二道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法随法行 问题是 你修行 你所修行的 宗旨是什么 你是要升天 不多三二道 你是要 你是要得解脱 你是要成佛 那么方法不一样 因为宗旨不一样 那方法就不一样 那结果就不一样 但是都是向上 向上 向解脱的 好 所以有人天法 有世间法 人天法 有初世间法 解脱法 有世初世间法 就成佛的法 那其实不一样 好 就像入圣道也一样 出国二国 三国 这个是有学 有五学 那你如果有五欲 你不能得五学 那你有五欲 你没有断浴滩 你没有断浴滩 你挣不了三国 但是你可以挣出国二国 一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我实际上是真的 常常教弟子 他们说的没有错 我的弟子说的没有错 这马圣比丘讲的 我真的是 都是这样教弟子 能够随顺解脱 依这个法 而随顺你解脱 叫做随顺法 好 那么教令 怎么教他们 能够依这个法 依法修行 而随顺解脱呢 也可以趋向解脱呢 观色无我 受想行事 就观五应无我 就是心情讲的 照见五应接空 观就是观照 那么观此 观此五受阴 如病如庸 如赤如杀 那为什么要这个 要离遇嘛 离遇 然后离我爱 先离自体爱 那么无常苦空无我 所以阿安静有这种 很多这种辟语 四大 那么五应 五应有时候叫 五拔刀贼 那么一样 那么 萨泽尼见子 白佛言 曲坦 我今当说辟语 他现在要跟他辩论 开始要跟他辩论 好 那你既然这样讲 那我说一个辟语 那么你听看看 他要指出他的错误 他说 他说这个 这个世间 一切所作都是医于地 世间当然带有地 那么长出草木 有的没有的 人也在地上 那么一切都要医于地 那么这样 色 是我 是人 我跟人气是一样的 我 人 众生受者 命者 基本上都是我 好 那么 那么 我 这比较指 各个一个 各个的我 人是很多的我 那么 不同的我 好 那么善恶重生 那么因为有这个我 我们才有善 有恶 有这个心 受想行事 是我的 就是色受想行事 是我 他们认为 色受想行事 是我 善恶重生 才有善有恶 诱夫 譬如 入人界 人界 神界 这个神界 基本上指的是天界 天神 通常地居天 地居天是 因为佛的天界里面 只要有空居天 跟地居天 那这里是一地 一地 所以是地居天 那地居天 是四王天 跟道理天 是地居天 那一摩天以上 就是空居天 好 那 基本上讲神 那么 药草 树木 皆一于地 而得胜 空居天 就不一于地 那这个神是指天人 那一于地的 只有地居天 那这就是 四王天 跟道理天 好 如是 色是我人 受想 其实就是五蕴是我 因为他的概念里面 五蕴是我 那么 佛陀说 五蕴无我 那这样 他就认为 所以佛陀讲 指五蕴长剑断剑 五蕴我 这个是邪见 那外道也是啊 外道认为 你讲 应该是五蕴是我 那你却觉得五蕴无我 那五蕴无我是邪见 这是正常的 好 那么 所以 佛就跟这个 佛种居士讲 因为他说出他的理论 让他知道 其实你说的五蕴无我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依 依这个色寿奖形式 众生依这个色寿奖形式 才有准备善恶心所 如果没有 没有色寿奖形式 一般人不容易认知五蕴无我 所以你看那个蕴蕴 这些五蕴其实 缘起甚深 灭凡甚深不甚深 真的是这样 一般人不容易从这里 去弄清楚 然后他会认为 你像那个蕴蕴 蕴蕴最后一直说 如果五我 那谁正得五我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谁正得五我 你不能说 有一个正得五我的 那正五我的人是谁 那正五我的不是我吗 那他五我 他怎么正 他五我 他怎么正五我 他既然正得五我 就是有一个个体正得五我 那他怎么会五我 所以他想不清楚这种事 那这种事 其实是因为 因为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我见在里面 有一个根深底固的 我见在里面 所以这种事带着我见 那么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说清楚 真的是 所以后来就是为正乃致 不容易说清楚 但是可以试着 试着去分析讲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先把佛回答 回答这个佛种居士 其实就是 你萨泽尼剑子的话 先讲一次 他说你说 设是我 我人就是我了 我们就人不要了 受想形式是我也 你是这样讲的吗 你看 佛头听完了之后 先确定他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 如果是我们就不用再确定 因为当场听的啊 但是他还在确定一次 你说设是我吗 其实就是要 突排后面的说法 你说设是我吗 受想形式是我 就是无印是我 因为佛头是讲 设不是我 受想形式不是我 详细讲就是 不是我 无意我不相战 那他现在就是 无常无我 主要是讲 设受想形式 无我而已 好 那么所以 那么他就回答他说 是的 取谈 无印是我 设是我 受想形式是我 持等诸重 西坐是说 就是说 因为他带了很多 离居住的人去 他说 不是我这样说 这些人都这样说 你看 拿很多人来壮胆 你看 就是 这些人也都是这样讲 不是我这样讲而已 然后佛就马上跟他讲 这个是你说的 你干嘛把别人拖进来 用这些人来说 我自己也都这样讲 这个 第一个就显示 他心虚了你知道 因为你这样讲 真的对 你就这样讲 别人都说不对 你还是这样讲 但是他现在有一点 他不太缺 他就觉得 不是我这样讲而已 后面这边人 都是这样讲的 带五百离居住 带一大群人 去跟他壮胆的 那佛陀就马上说 你看 他就马上知道他的弱点 你就讲 你怎么讲就好 你去讲 因为这些人 是不是这样讲 不一定 还没问 对不对 后面的人 也许会想 我都没有这样讲 但是他们也不好说 就好像带一群人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看 这全部 全部的人 都是这样认为的 里面的人说 我都没有这么讲 所以佛陀就说 且立你论本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确定 我只是要确定 你怎么说 你确定你怎么说就好了 因为现在是 你要来跟我辩论 不是后面的 就是你要跟我辩论 你确定你怎么说 那你干嘛 去说别人 做什么 去说别人 你不必去说 别人说什么 因为我不是 跟他们辩论 现在是你有问题 他们那些人 是不是这样讲 还不知道 对不对 那就算是这样讲 现在是 你有问题 来跟我辩论 不是他们有问题 所以你看佛陀 非常清楚 精准 那么说 现在你只讲 我问你 我只问你 你是不是这样讲 你也不用去讲 扯到别人 是怎么讲的 好 那么这个 沙哲宁剑子就说 好 他就说 好 那么色受想行事 他讲色 其实后面 简略了 因为他不是 只说色 他是说色受想行事 是我 是我 好 好 那 后来 后面就是佛陀 要回答他的 因为时间到 我们都批语 那讲会讲不完 这个我们就 下次再来讲 好 就讲到 这个 这个 佛要问 这个佛总句子 好 大家好 想回笑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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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极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存佛道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傍